把台湾歌手李懿君 经典名曲诺言唱得撕心裂肺 大陆山东合泽市 因为这位网红 成了近期最夯的旅游景点 2011年停用的合泽南站 车站广场又开始人声鼎沸 每天涌入四十万人次 就为了听郭友才唱歌 5月10号 郭友才的粉丝数还不到四十万 短短几天内抖音粉丝 冲上一千两百万 直播间观看人次超过五千两百万 总点赞次数突破三亿 郭友才身世坎坷 小时候妈妈去世 爸爸另组家庭 他十三岁就出来工作赚钱 由于草根逆袭的故事 引发社会底层共鸣 现在天天有游客 跑到郭友才的烧烤摊 光顾打卡 顺道在合泽旅游 因此郭友才被合泽市 聘请为旅游代言人 还有经纪公司开出2.2亿天价 找他签约当网红 为服务外地游客 何泽南站连夜装修路面 家装公厕 还有志工端茶送水 这也让各地直播主 蜂拥而至蹭流量 甚至奇状异服 进行低俗节目表演 结果踩到当地政府红线 鉴于5至7月 春季高考 夏季高考 中考等考试集中 且何泽南站附近学校设有考点 何泽南站将不再举办 各类文娱活动 网红现象或许昙花一现 但郭友才的故事 激励了不少人 有为者亦若是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